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认为应该从在管理的过程里面 你要做哪些工作 从它的这个function来讨论 那就它的function的话 大概就有这四个 一个规划组织领导跟控制 planning organizing leading and controlling 这四个部分 那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一章的话 课本会把它聚焦在规划的部分 然后下一章会去讲组织 然后再下两章会讲领导 控制的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就触及的比较少了 那可能稍微再带到一点 就是管理者的一个层级 然后他们需要的一个技能 那另外这一章的话呢 也稍微带到领导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在这个人事管理的部分的话呢 会再去谈一谈这个激励跟人事管理 那领导力的这个部分 leadership呢 我们会在这一章的话呢 有一个专节来讨论 然后因为在你所有的工作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叫决策管理 decision making 那大概在国外的这个 所有的EMBA的课程 business class里面的话呢 一开始就会先告诉你 什么叫做critical thinking 什么叫做这个problem solving 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这个处理 做决策的一个能力 那在这个美式教育里面呢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功夫 这是一个基本功夫 可是我们大概觉得说 正常人大概都会吧 所以不会需要特别去 花时间讲这一个 那可是在美国大概从小学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直不断地在训练你 然后你去思考怎么样子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这个decision making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跟这个 所谓的问题解决问题 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的话呢 把它做连接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品质管理的一个部分 managing total quality 当然站在企业角度来讲 一直不断地提升品质 改进品质的话呢 是管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 事实上也在提升我们所谓管理的 一个品质的概念是相雷同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节来做讨论 什么叫管理呢 我们看到它的定义说 它是一个过程 然后来协调coordinate 人跟其他的资源 这里面资源包括什么 下面你看到的 当然在企业里面 我们是要去生产 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 所以你一定会用到原物料的部分 然后会有其他的 很多的人力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需要资本投入 financial capital 或者我们讲其他的设备 physical capital的那个部分 然后再来现在很强调的 就是information资讯的一个部分 这些通通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资源 可是你可以发现 我们特别把人拿出来 表示人是什么 最难处理的资源 最难处理的资源 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资源 把它整合在一起 要干嘛呢 为了要达到我们企业的目的 为了达到我们企业的一个目的 一个组织 一个organiz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管理呢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会做到那刚刚四件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你要做那些工作 而这个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达到一个组织的一个目的 所以通常我们讲管理 它可能适用在一个组织里面 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管理呢 把它放到很多地方 我们常常在讲管理 比如说我们会说 你的时间管理好不好 对 每次要其中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手忙脚乱 每一个课你都不想去上了 因为来不及准备 比如说明天要考试 今天的课都不要上 时间管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还有讲健康管理 有没有 健康管理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 那你的体力呢 就不能比这个50岁的人呢 这个体力差很多 你不能动不动的话呢 就生病 我常常就看到我的导生呢 就在请假 就怎么看 怎么都是他在请假 今天这个病 明天那个病 用个八个字尺的话呢 要在家里休息 所以你的健康管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把管理这个名词的话呢 把它用得非常的多 经常在讲管理这两个字 只是真正在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企业管理 所以我们会强调说 它是在一个组织 所以在一个组织里面 就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就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 Coordinate 你要去协调 你要去协调 协调人跟资源的一个 充分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有讲组织的一个部分 把这些人跟资源 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整合之后呢 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达到这个 组织的一个目的 这个Go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这个Go呢 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目标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字 像Objective 我们也说它也是目标 可是定义上有什么差别呢 那所以这个组织有一个目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管理的过程的 这个流程的第一个工作 你就是要做Planning 你就要先把目标定出来 所以这个Go到底是什么 这个Go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个管理呢 就是把大家朝着那个目标的话 去执行 所以我们都讲了这个资源 就原物料的部分 人的部分 这个Capital 包括Financial Capital 包括Physical Capital 这个都算在里面 现在还很强调的就是资讯 不要忘记了 达到目标的时候呢 要达到目标 这里有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在达到目标的时候 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效能 Affectiveness 它的意思呢 它的英文意思是 Do the right things 做对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 然后Efficiency的话呢 Do things right 做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 所以当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要考核 第一个目标对还是不对 第二个 你做事的方法对还是不对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必须是Effectiveness 而且是Efficient Efficiently的 去达到这个 to achieve这个goal 这是两个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指标 就像你射箭的时候 你的目标在哪里 是那个红心 对不对 那给你十根箭 那做对的是 就要把十根箭 统统设在那个把里面 可是怎么样叫做有效率 怎么样叫有效率 你在拉满弓的时候 是不是是 怎么样子是 最 是这个最正确的一个方式 在拉满弓 因为你射箭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弓拉满了 然后对着那个把心的话 把这个箭放出去 所以那个放箭的时候 是在你的瞬间 因为你的手会很酸 那你在使劲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撑那么久 所以射箭是很关键 所以我们说 Pull the trigger 你在开枪的时候呢 那个扣板机的那个时刻 是很关键的 因为你不要以为 那个枪是很轻的 你可能都还是要用两只手 因为它还有后奏力的一个部分 所以射箭也是一样 所以目标很清楚 当然就是你的把心 可是效率呢 你如何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正好把你的弓拉满 正好把你的箭放出去 有时候 你可能这个把心可以对得很好 可是你的箭呢 就会在到达目标之前 它就掉下来了 那就是因为你的力道不够 你没有把这个弓拉满 所以它就会在到达目标之前的话 就掉下来 所以先去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 有人会把他的这个力量 在一开始就很努力的去冲 可是到了后面 最关键的那一 最后的那一里路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没有力气了 他就撑不到 所以效能跟效率 这两件事情 请你就记住 你永远要用什么 对的方法 做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探讨 这个组织的目的的时候 它的一个目标 那很清楚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这样要定出来 定出来之后呢 你才能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做它 我怎么把我的资源 用最好的一个 配置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达到我这个正确的目标 请同学记住这两件事 所以刚刚我们讲 这个process里面 在这个process里面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planning 你要做规划 就是我们那个目标 我们要定出来 这个目标定出来之后呢 那你怎么样做的方法 那个执行的一个方法 当然在planning里面要做 再来的话呢 我们讲有那么多的资源 什么人给他比较多 什么人给他比较少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呢 是要这个 每一个人要让他去 做他能力 所能及的事情 做他的 让他的这个专场的学义 可以充分地发挥 他的一个专场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配置 组织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每一个人 让他的能力呢 能够达到专业分工 所以才能够创造 最大的一个效率出来 可是刚刚有讲到 人是最难处理的 在所有的资源里面 因为你的原物料 不会讲话 不会跟你argue 你今天说 把他摆在这个位置 他就去做那个 他就 你叫他去生产当肥料 同样的这个 化工的一个废料的话 你可以让他去做废料 你可以让他去做化妆品 你可以也让他去做 其他的一个用途 他不会讲话 他不会跟你argue 他不会跟你讲说 我要去做化妆品 因为产值比较高 价值比较高 他不会这样跟你argue 可是人呢 你跟他说 你去负责肥料部 你让他去负责化妆品部 他一定会跟你讲 我比较长得比较漂亮 我应该去做model的 我应该去化妆品部 人是会argue的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 这里很重要的 在这个管理过程里面 你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 是在处理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所谓的leading的部分 特别把motivator 去激励 去激励 除了领导 除了领导之外的话呢 你还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引发 去强化呢 你这些 跟你合作的这些人的话呢 他们的一个动机 特别是如果说这个组织的目的 跟个人的生涯规划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要跟着这个企业走 我为什么要跟着 跟着我的主管走呢 反正我每天你一样的薪水 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我何必要去额外花我的时间 额外花我的精力 额外去想 我要帮这个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子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在那个领导的一个部分 跟在那个motivator激励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是在过程里面 一定要去强化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后一个为什么控制 你有一个目标 那我也定了方向 我也很清楚 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 做对的事情 OK好 我可能把目标定对了 那我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呢 只有坐下去才知道 所以坐完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一直不断地去看 我到底坐得对不对 我明明呢 是要往这个 要到阳明山去的 可是呢 我其实 我把车子呢 骑到新店那个方向去了 我再怎么走 会啦 我绕过东北角之后 我还是可以从金山回到阳明山 但是这个路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如果我要上阳明山的话呢 我们应该直接从这个 从建国南北路是不是 然后接中山高架 然后就直接上中山北路 然后上亚德大道 就上了阳明山了 这是我们最快 而且真的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可是如果你继续往罗斯福路走的话呢 你就会走到新店 然后走到这个北宜公路上面去 绕了一圈 绕东北角一圈 你还是可以回到阳明山 但是这个过程的话呢 基本上从一开始你就错了 可是你知道你错吗 如果你有心安排的话就没错 对不对 如果你刻意安排是这样 当然是没错 但是刚刚讲 我们要有效率的话 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 所以你要经常的回过头来看 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的目标的话呢 大有没有一致 有没有吻合 所以能够能做到控制的话呢 很重要的是 你在规划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有对应的指标 告诉我 我距离阳明山的话呢 应该有50公里 所以我每走一小时的话呢 我距离阳明山的距离 应该要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所以第一个小时我应该到哪里 第二个小时我应该到哪里 第三个小时我已经到哪里了 我已经可以跟公道七星三了 譬如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如果你在planning的时候 你没有把这个量化指标把它定出来的话呢 当然你后面控制的话 你就控制不了 你就没有办法的好好去看 我到底是不是朝这个目标在前进 好 那控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如果是不对的话 好 如果不对的话呢 你要回来做修改 你要回来做修改 好 该什么 改目标吗 改方法 如果目标你还是坚持这个目标 当然你就要改方法 可是可不可以改目标 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改目标 因为你当时可能设了一个 这一辈子你都达不到的目标 好 所以你给自己太大的挑战了 所以你就设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目标 后来你根据 你把你的这些资源整合之后呢 你发觉这些资源在怎么样子 让它们发挥到极致 还是距离这个目标非常非常遥远的话 那当然我会来改我的目标 有何不可 好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controlling很重要的 一方面要看 我们是不是走在那个正常的 那个要达到目标的轨迹里面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当然可以让我们回来 检视我们当时设的目标 是不是太高了 应该要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好 这四个步骤 好 那你就想一想 当你在定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你的人生目标在定的时候 你欠缺了什么 你从小写作文有没有 老师不是常常出题目说 我的愿望 我的志愿 然后你就写我要做什么 或者每一个学期要开始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定下自己的目标 刚开学这学期开学 你有定目标吗 有没有 好 已经大三了 好不容易大三了 对不对 前两年要是浪费掉那就算了 大三是不是应该立定目标 因为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可以参加研究所征事 明年这时候的话 再过一阵子 我可能就要去研究所考试 你该去这样思考 所以大三是我应该掌握的时间 所以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念书 有吗 没有 还是不去想这个问题 或者是每一次要过年 然后又快跨年了 已经到十月还两个月 2016年又要结束了 又要跨年了 在跨年的那个时刻 开始倒数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是这个 在这个市政府广场那边 跟大家一起跨年的时候 那个内心充满了这个激昂澎湃 有没有 就想 这个12月3月11月的最后一秒钟过完了 2017年1月1号开始了 第一秒钟开始 我今年要做什么事 是不是 垂着胸骨坐 我今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在跨年的那个时候 又再赶快一下 哇 今年怎么又过去了 你就一直在这个里面的循环 为什么你会一直在里面循环 你都有很清楚的目标 你告诉我自己说 我这学期要好好念书啊 不然的话呢 好好交个女朋友也可以啊 不然的话好好打工啊 把这个把钱啊 把零用金的话呢 自己的存折里面增加多少钱 有吧 这种小小的目标我们都会有的 可是为什么最后不止打开来看 还是这个1000块 从头到尾还是1000块 中间都没什么变化 成绩呢还是一样 都还是在这个B跟A之间徘徊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做很好的控制 你没有定出来 我在什么阶段 什么阶段的话呢 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 达到什么目标 所以没有一个让你去 没有一个让你刺激你提醒你说 我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已经做到哪里了 我没有做到的话呢 我要加快脚步 或者要去修正 但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最好不要把目标修正 应该是修正你做事的方式 而不是修正你的目标 对不对 因为你的目标不是非常的远大 就目前来讲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讲说 一开始说我这学期 所有的课都哪一家 到期中考之后呢 我开始修正 我只要A就好了 然后过了到学期末 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我又修正我变成A 变成这个B加就好 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的这个修正就不太好了 所以修正你的方法 不要忘记了 管理的流程 有四件事情很重要 你要做的 规划组织 激励 还有呢控制 我要再来强调 所以控制的一个部分 好所以规划呢 你要设定这个组织的目标 达到这个目标的做法跟实陈 好组织的话呢 就要把我们前面规划的这些要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分配给组织里面的成员来完成 当然你在分配的时候 这些工作分配给组织的成员 他讲的是人 要去执行的这个人 同时你就要给他资源 你就要给他足够的资源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其他的原物料啦 钱啦 资讯啦 这些的话呢你都要跟他配合 让他来 让他有足够的这个资源的话呢 能够来达成 我们常常讲 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失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说 你要这匹马去冲刺跑第一名 你要不要给他足够的精料 你要给他足够的训练 所以这是在组织的一个重要性 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你要引导组织的成员呢 去朝这个目标前进 我刚刚解释过 目标里面的成员每一个人的话呢 其实这个组织跟你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跟你不太相关的 你在怎么样认同这个组织的话呢 你大概也没有热血澎湃到 就说我要这个什么 为这个组织的话呢 这个抛头颅少热血 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地去领导 不断地去激励这些组织的一个成员 因为毕竟这个组织尤其是更低层的人 他跟在这个组织的最下层的这些人的话 他跟组织的这个核心的话距离太遥远 他甚至没有办法感受 他也不知道 我今天就是在那边做那个螺丝钉 我每天就在那边做螺丝钉 我哪知道这根螺丝钉 我做的这个螺丝钉最后到哪里去 它对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如果他知道说 你今天做这颗螺丝钉的话呢 他会在这个幻象的这个飞机上面的一个重要螺丝钉 这颗掉的话这个飞机就掉下来了 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好重要 可是他永远没有这种感受 因为我只是在做这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哪知道我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不断地不断地去告诉他 你的存在对这个组织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 大家才有这个共同前进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机 那在控制的部分就刚刚讲过 你在规划的过程里面 你当有一定的时程 有一定的一个进度 所以只有控制的话呢 你就不断地会去看 到这个时候我就要看 我应该走到哪里了 我是不是已经照着这个步骤的话呢 照这个时间走到了 这是控制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看一看规划 我们看一看这个规划 这张的话呢 大概就是比较聚焦在规划的部分了 好 那规划我们要建立目标 目标的话 刚刚我们讲叫做Go 对不对 Go的他的这个英文上的一个本意的话 他讲的是整个计划 整个这个计划 或者整个企业比较长城的目标 或者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全程的目标 所以他是一个大的一个目标 他是一个大的一个目标 Objective呢 他就是一个比较短程的目标 比较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我们写目标的时候呢 我就会写一个很大的目标 我就写一个很大的目标 譬如说 我要做这个台湾信包固的达人 所以我要做台湾第一 我要做台湾第一的这个信包固的供应商 OK 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全程目标 那我的进程目标呢 我要花多少时间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我会估计 我可能 我会希望我在五年之内 我就会变成是台湾供应量第一大的这个信包固的供应商 OK 五年 这就是一个全程的一个目标 那我进程目标应该做什么 我第一年我要打下这个什么 从南部开始打好了 第一年我要先打到高高频 我要打下高高频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50% 第二年的话呢 我要打进这个台中市 所以这个中张头云嘉 中张头云嘉通通都是我的目标市场 第三的话呢 第三年的目标 我要进入这个台北市 我要进到新北市台北市 基隆的这个范围里面来 然后到第四年的话呢 我要持续稳固了我这些市场 而且可以让它继续的成长 然后我的花东呢 我还没有加进来 对不对 或许我不要了 我只要这些西部已经够了 那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然后再 那这就是一年一年的阶段性的一个objective 所以我们在借目标的时候 我们借目标 我们一定有一个 比较上位的一个长城的一个总目标 那个叫go 然后再下来呢 达到这个go 你一定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一个比较细的配合你步骤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就叫做objective 就叫objective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那我把目标定定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远大的目标定下来之后 那我们当然要做一下分析 做一下外部情势分析 然后垫一垫自己的一个分量 知道我有哪一些 我如何证明我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那在外部情势分析的话呢 我们一个叫这个pastor 我们去分析政治面 经济面 社会面 还有这个科技面 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因素 这是外在环境情势的分析 就我们常用的 就是从这几个面向来探讨 比如说这个政治面的话呢 国内有没有开放 刚刚讲杏鲍菇 国内有没有开放大陆的这个产品进口 现在不会了 两岸关系非常不好 所以就不会了 可是搞不好两岸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呢 大陆杏鲍菇也进来 OK 那我的 我可能就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了 大陆的东西一定是比较便宜嘛 然后再来经济面的话呢 像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看GDP 我们要去看这个通货膨胀率 看这些 如果国内 因为杏鲍菇相对我们很 之前的这个什么金针菇 这个杏鲍菇相对 它的这个投资成本的话 它一直要长在 它是要长在这个比较低温的环境 所以它会需要搭配一个 这个类似冷冻库的 像冰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生产 所以它的卖价相对也比较高 那所以如果经济情势不是很好 大家就说 竹火锅我只要加金针菇就好 我干嘛去加到杏鲍菇 就会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你的杏鲍菇呢 你说我五年达到台湾第一 然后多少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多少量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还有社会层面 大家吃不吃杏鲍菇呢 就刚开始推杏鲍菇的人 他说刚开始他们在推的时候 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因为这个菇 长得不是很好看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杏鲍菇吧 就一根这么大根 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吃 所以刚开始推杏鲍菇的人呢 他们后来就突发奇想的 他们就去把它用炸的 就用炸的一个方式 然后当然就在路边 然后就大家试吃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原来杏鲍菇呢 我们所有的菇类 大概通通把它丢到火锅去 对不对 讲到菇你就觉得那个大概都是 火锅的这个配料这样而已 那杏鲍菇它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大的 它的这个喷煮的方式就变得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推出这种炸杏鲍菇的一个方式 就有点 看起来有点像 好像炸鸡块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然后吃起来口感 它又不像这个金针菇 一吞的话全部都吞进去了 所以他还会有这个 足够的一个这个主角感在里面 那后来的厨师不是他们又去开发吗 他们就可以变成是这个 一个食材 比如说我们要切片 去炒这个 去炒这个 咸鸭蛋 去炒什么样子 就变成是可以去做出一个料理出来 变成一个杏鲍菇的一个料理出来 所以在社会层面上有些东西的话 是大家没办法接受的 那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考虑 你要去考虑说 怎么样的一个切入角度的话 大家才能够接受 那当然技术层面我刚刚讲 杏鲍菇很重要的是 它必须在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里面 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生产 所以不是说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搭着盆子 然后用这个太空包去生产的那样的方式 它就必须要比较多的这个 资本投入的方式 所以要克服说它原来生产环境 当然在技术层面上的话 要有一定的一个跟进 好这是外在情绪 我们大概可以做的 所谓的pest的一个分析 好接下来的话 对我们自己 对企业内部的话 我们大概就所谓的 这个swat的一个分析 看看你自己的优势 看看你自己的弱势 看看外在环境 对你有没有有利的因素 然后有没有对你相对不利的这些因素 那我们就叫做这个swat的一个分析 好再跟着目标限定出来 再做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提你的这个执行的计划 我们叫plan 或者叫action plan 真的可以去做的 所以你刚刚已经有讲你的进程目标的话 那是不是你就知道说 那我每一个进程目标 所对应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计划呢 可以执行的计划大概是什么 那在plan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位阶的话呢 来分为这主要是三个层次的位阶 全变contingency的一个plan的话呢 它比较是我们常常讲的 所谓的B方案的部分 我总要一个备案嘛 这个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那我还可以拿得出来一个plan B出来 我的一个B计划出来 那在最上层 在企业组织里面最上层的话呢 这个计划我们讲 它叫做策略计划 strategic的一个plan 然后再向来到中介主管的话呢 我们叫做tactical的一个plan 比较是战略性的一个计划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operation的一个plan 到组织的最继承的时候 他们要去执行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策略上的话呢 譬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 我第一年的我整个目标 我就是要在五年内的话呢 变成这个台湾的这个杏鲍菇的 主要的供应商吗 所以在策略上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要做什么 我的杏鲍菇要不要定一个品牌出来 既然我是台湾第一 那我好打就是要什么 台湾第一菇好了 我总要一个品牌出来嘛 这样子这个不然的话 我要到市场去还是没有人认识你 那我就先占到市场的一半的话 那也还是没有意义 策略上我当然我要搭配 我有一个品牌出来 然后我要有通路的一个部分 那战略上面呢 所以我的策略目标可能是 我要有一个品牌 然后我的战略呢 可能是我的通路上面 我要跟谁来合作 我们讲过 譬如说到不同 我到这个高高平去的时候呢 那边人身地不熟的 那我要跟当地的人 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这个便利商 当地的超市 它不见得有全国的超市 它可能有local的超市 我要跟他们去打交道 我跟他们怎么样打交道 我在跟他们定价的时候 我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定价 但我要考虑高高平那个地方 可能相对的 他们的这个所得 比全国的所得来得低的话 那他们的消费模式又跟北部 是不太一样的话 那我在包装上面 我在跟通路上的话呢 实际上我应该怎么样考量 到作业的一个模式的话 就比较讲到 那他们所得比较低 那我就不用做什么 我可能不用把我最好的 这个信包箍卖到那个地方去 我可以做小包装一点 我可以挑这个体积比较小的size 个头比较小一点的 去那个地方来卖 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调整 所以这是整个在大目标之下的话呢 那这个每一个层级呢 他们去做的 那全变计划的话呢 全变计划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第一年退出去的时候 结果这个在高高平地区的话 他们有一个相对竞争出现 是我原来规划就没有想到 没有遇到的 或者是我本来生产基地的话 我在高高平我还是一个生产基地 可是这个生产基地呢 像现在一直下雨然后限电 结果我就没办法去设这个生产基地的话 那这时候我怎么因应呢 我从什么地方调货到高高平来 这就是所谓全变计划的部分 那当我们在做这些规划 在规划这一些 在这个目标叫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方案 当你在做规划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是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方案拿出来 然后就说好就是这样子 你要提几个方案出来 然后我们要去挑什么 比较有力的比较好的方案 所以方案提出来的同时呢 基本上基本上你可能至少每一个地方 你就提三个方案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可能用开会讨论的 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聚焦出来 最后我们就会去评估 哪一个才是我们真的要的 所以所有的可行的方案 alternatives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想 我可能要有一些指标 我要有一些指标来决定 我应该挑什么样的方案 譬如说我们就要有一个标杆 这个benchmark我要做一个标杆 我希望做我在这个信包固的话呢 我要做信包固达人 那我这个想法的话 在其他产业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人 我是信包固达人对不对 那有没有其他的达人 在其他的产品里面 可以当做我的参考 那他是怎么样做的 他的方法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参考他的方法 我可以参考他的方法 这是我们讲标杆的一个概念 我是信包固 那我可以参考饮料一下吗 对不对 那之前这个 什么饮料卖的是最好 那我可以看看 他的这个饮料是怎么样卖的 再下来的话呢 我可以考虑的 比较是我们经济层面的成本 cost benefit的一个部分 我打品牌 我打这个品牌 可是呢 这个品牌可能要花我一亿的成本 可是我卖信包固 我再怎么卖呢 我大概只卖5000万而已 全台湾的信包固都被我包了 那个市场也只有5000万 我值得做吗 我当然还是很想做 可是我的能力不足 我现在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在那个品牌投入的这个部分的金钱的话呢 我当然就要做适当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本来花一亿呢 我可能请这个 谁比较有名啊 对我请那个现在最红的明星来帮我代言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的话呢 那我当然要降一点 是不是 我就本来是请金钟奖的得主了 现在就只要请什么 请网络上的网红 就请网红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稍微降一点这样子 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在评估任何方案的时候 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筛选的一个标准 那再回到刚刚我在提醒的 当你在提方案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方案来讨论 你一定要提两三个方案 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同学 当你被交代说 当你的主管告诉你说 某某人你去帮我规划一下 这个礼拜天 好我要办一个原油会 那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什么 就我们要办一个原油会 你去规划一下 好 这个规划就一个命令 到你的手上呢 你要拿多少东西给你的主管 一个 两个 三个 如果一个 主管我自己做就好了 我干嘛请你规划 对不对 好当主管还要有一点点差别 他要享受一下主管的特权 就是我可以选择 所以你至少选拿两个来 好 那两个来的话呢 我还可以选一下 一个来的时候呢 我没得选 好 所以我就从头批评到尾 退回去 你再拿一个新的来 懂吗 好 这是当一个手下的人 你要去做所有规划 我们讲规划 它一定是alternatives 它是有很多个 很多个可行方案拿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 或者是给你的主管的话呢 去做筛选 所以它不会只有一个 它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这是你在做事情上面 你要去思考的 绝对不会是规划一个方案出来 再来排成的话呢 很重要 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通常会搭配 所谓一个叫干特图 就是你会画上什么月份啊 然后什么工作项目啊 然后几月到几月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这是干特图的部分 好 设立目标 很重要的 这个目标但 包括不管它是go 或者它是objective 都一样 所有的目标呢 都要具体化 都要可衡量 都要可达成 都要实际可行 都要有完成期限 你看看英文字 我帮你标出来的那几个黑色的 这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 合在一起叫什么 SMART SMART OK 好 所以当你在写目标的时候 当你在写目标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五个元素 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也是刚刚不是跟同学讲吗 规划的时候 最后不是要控制吗 那你在控制的话呢 不是就应该有时效吗 它不就应该可以衡量吗 可是这个衡量的话呢 当然就是要聚焦 你在哪一个项目来衡量 所以譬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 2016年公司的业绩 要从目前的8亿 每一年呢 要提升到10亿 好 时间是什么 2016年底 所以就2016年 这什么时间 讲得很清楚 再来就是业绩 那这个业绩可以讲更清楚 譬如说就是营业额 那它或者是 如果我有很多部门 那我就讲 我是这个 我是信包固的部门 我是这个金正固的部门 我要把它讲清楚 这个业绩 很specific 很清楚 从目前8亿 我要提升到10亿 所以10亿是什么 它是可衡量的 我可以看得到 到时候 到年底的时候 这个数字拿出来 有没有达到10亿 非常的清楚 好 那当然这个10亿 是不是可行呢 能不能达到 现在8亿 好 那 当然我们要看 时间有多长 一年时间 半年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是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要你从8亿提升到10亿 这当然就不太可行了 可是如果说 我给你两年的时间 从8亿提升到10亿 这应该可行吧 好 所以 当然我们再看 它是不是achievable 或者是realistic的话呢 那就会变成是 整体的一个考量 看你现在的一个情况 跟你现在设定这个目标 这个距离大概有多远 好 可不可能达到 所以 如果你看 现在是8亿 那不太可行的话呢 是不是你就要把它 稍微缩减一下 好 就变成是9亿 好 那 这里我们当然会希望 你这个目标呢 最好能够自我挑战 好 所以能够高一点 尽量高一点 可是它还是必须要什么 可行 好 必须要可行 好 那下一个目标呢 2015年底的话呢 我的客数率要下降 30% 好 好 那当然客数率这是specific 好 那数量是30% 好 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 问题是 你现在的客数率是多少 这我就不知道了 对 我不太知道现在的客数率是多少 好 所以你说下降30%呢 是不是可行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很精准地去判断它 好 那2015年全年汽车的销售量达150万辆 好 时间也有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数量也有了 然后这个销售量也很清楚 specific mejorable 但是一样的问题是 是不是achievable 当然站在内部来讲 我大概会知道说 我们现在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是多少 好 那150辆 如果我现在是 如果我现在是140万辆 然后到年底的话呢 到150万辆 当然可行 如果现在是149万辆 到年底的话到150万辆 应该很可行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是你的主管呢 我就会批你是什么 太不长进了 是不是 目标这么小 只增加1万辆而已 会觉得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不是非常的 就没有显出你很大的那个动机 所以在那个可衡量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加上绝对值 像150万辆 10亿 8亿 那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个什么 成长率 一个相对的一个数字 你可以补上一个成长率 因为如果说这个 像150万辆 然后我提升 140万辆 提升到150 150辆 150万辆的话 那这个成长率是多少 140分之14分之1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如果说我是 我如果是从这个 我如果是十量 提升五量的话呢 虽然只有五量 但是它已经是50%的成长率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在数字的运用上面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你说我成长率是50% 可是实际上呢 是从十量成长到五量 好 那我也可以从140万辆 成长到150万辆 那可是它的成长率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可衡量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意 绝对数跟相对数 好 你可以要求呢 这两个数字的话呢 同时把它拿出来 好 同时拿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三个例子 让你跟精准的了解 什么叫做goal 什么叫objective 什么叫做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好 我希望是 我希望在我的这个 我希望是一个 我能够在商业领域的话呢 我能够很成功 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对不对 这是 你可以再加上时间 是不是 好 我要在十年之后 我在40岁的时候 我在50岁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好 当然你可以再精准地加上什么 我希望十年之后 我可以跟王永庆一样 我可以跟郭台铭一样 是不是 好 这就更精准了 有一个可衡量的目标 是不是 好 好 那我 我希望我 大学四年毕业的时候呢 我的GPA呢 是有3.5 或 就3.5以上 所以这里很清楚 就四年 就是四年 所以应该说 我希望成为一个 我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可是我成为成功的商人的前提是 我至少先毕业嘛 然后毕业的时候 成绩又不要太难看 至少3.5 你现在有吗 没有 就赶快努力地提升 好 所以这是一个objective 所以它是一个短期 它是一个短期 然后下面一个呢 我希望变成世界级的这个 网球的 网球选手 然后我可以在明年呢 赢得温布敦的这个比赛 为什么他说它是unrealistic的目标 你现在是谁啊 基本上你 你要变成这个世界级的tennis player 这个地方有点是你的goal 对不对 可是你明年要去赢得这个温布登的这个比赛的话 英国的这个公开赛的话呢 这应该是一个objective 是不是 好 所以它有把这个两个把它 把它囧迈在一起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要变成这个世界级的这个tennis player OK 那我的目标就应该是什么 当这个世界级的网球 有四大公开赛嘛 那个四大公开赛 你能够都拿到的话 我们就要这个大满贯的话 那你大概真的就是了 那不然的话呢 你至少要拿几个 好 所以 其实这里面最难打的是哪一个 你知道吗 因为其他的都在沙地上打 有法国公开赛 然后有好像还有一个澳洲是不是 还有一个美国公开赛嘛 就四大公开赛 那温布敦的话呢 他是打草地的 他是打草地的 他好像是相对是比较难打的 然后东方人打进去 能拿到一个公开赛的 就是Michael Chen是不是 张德培 他好像17岁 他就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 英国 就好像是法国和英国的公开赛的冠军 然后他就拿到那一次 这个就拿到那一次 因为他相对他的这个体力啊 体型的话呢 都没有办法跟这个外国人来做比较 所以那一次的话呢 他就有点算是让大家很惊讶 东方人竟然可以拿到 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冠军 然后后来 还有西方的媒体 就还蛮有一点恶执 他就说张德培他就是 虽然他的什么臂力不是很好 可是他的速度很快 他在那个球场上这个 跑来跑去的这个速度很快 所以他们就嘲笑这个西方的媒体说 因为他的腿跟他的身体跟地球的这个表面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他这个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比较少 所以他可以比较冲刺的比较快 就很还蛮恶毒的一个讲话 好 所以这两个例子让大家看到 什么叫做这个长城的目标 一个叫近期的一个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了 当你在写目标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这个smart 一定要smart 好这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四个目标 那前三个基本上就是层级上面的一个不同 战略战绩战术战绩 如果在军事的一个术语上面的话呢 可以这样子来说 然后再加上一个plan b contingency的一个plan 所以你在做规划的时候呢 永远都要做一个什么 一个备案的一个准备 如果是不可行的时候呢 那你总要有一个 至少一个退路吧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主持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资源做很好的整合 还要做重新的一个分配 要适人适用 然后资源的话呢 就有能力的人呢 你或许是给他比较多的资源 但是有资源的同时呢 就是有权利的同时 应该要考虑到义务的一个相对应性 好 这是我们会在下一章再来讲 领导呢 就是要能够影响旁人达到目的 影响旁人达到目的 那你说对自己呢 我们刚刚讲管理 对自己好像就没有管理 可是时间管理 或健康管理 从中间需要领导 需要记忆的人呢 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而通常你自己呢 就是那个最难搞的人 不是吗 那个每天早上都起不来的那一个人 这种几个闹钟 还是一样叫不起来的 就是你自己 那个最不听话 最不能够克服的 大概就是你自己吧 其他人可能 跟他讲一下 人家都还会听 那是最难 最难影响的 大概就是自己吧 所以如果你连自己 都没有办法影响 你想要去影响别人 可能就有一点困难 好那控制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讲 你一定要先设什么 衡量的标准 你一定要先设衡量的标准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设了 这个时间 还有这个 刚刚在这个目标的这个设计上 我们已经smart了 所以有那个smart的话呢 当然我就很清楚 我可以照着时程 我可以照着那个衡量的 这个项目的话呢 一一来衡量 只是在这个过程上面的话呢 这每一个项目 我在衡量的时候 当然我还是要再更精准的 一个衡量的指标 所以控制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要看performance 看整个计划 它的一个执行的成效 根据这个执行的一个成效的话呢 我们就来修正 应该说除了修正目标之外 还有修正我们的这个执行方案 好那管理者的话呢 在一个企业组织里面 在企业组织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继承的管理人 叫第一线 first line的一个manager 那在他的下面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些管理者的话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蓝领 这个白领阶级 就是白领阶级 就是有带有管理职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所有的这些劳工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蓝领阶级 他就不带任何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职务 所以他就没有刚刚我们讲的 他需要去做那些 所谓规划组织啊 领导啊 像这些工作 可是对一个基层管理人的话呢 像一个工头 像一个这个 在这个工作间里面的话呢 一个小群组里面的一个班长 他一个工头的话呢 其实他就已经是一个 first line的这个基层管理者了 因为他还要去影响什么 他的下面的那几个 他带着那几个劳工 他告诉他们 我们的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 降低我们的瑕疵率啊 像这些 他甚至都要去处理呢 这个几个员工之间 彼此的不和睦的这样子 甚至这个劳工的话呢 不来上班啊 这个代工的这样的情形 他都要去处理的 然后再上来的话呢 大概是中阶主管的部分 那中阶主管的话呢 可以照是产品类别 就是公司在组织的时候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方式 照产品来分啊 照经营的区域来分啊 或者一般我们大家都会照部门 就是照这个企业 他所要进行的这个工作的话 来分 比如说财务啦 或者是行销啦 生产啦 像这些 所以每一个部门的话呢 他的经理大概就是一个中阶的一个管理人 那最上阶的话呢 当然就是那个金字塔最上端的 那大概就是一个总经理啦 执行长啦 像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那我们刚刚讲可以照部门的话 像一般我们都有讲 所有的这个会计部门 金融部门 然后operation的话呢 比较是属于生产部门的 行销部门 人事管理部门 行政部门 或者R&D 其他的一个部门 咨询部门 像这些 就是可以照这样分 所以这每一个部门 照这个组织 就是他需要 就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不是有呼吸系统啊 这个循环系统啊 这个 这个 这些身体内部的 这些 这些所有的这些系统的话呢 那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呢 他当然也是需要这样不同的这个 工作职能的这些部门 所以这些部门的这个 经理的话呢 他大概就是属于一个 中阶的一个经营者 中阶的管理人 然后在下面的话呢 他可能就再分 再分到最继承的这个管理人 那统筹在这上面的话呢 当然就是 我们讲总经理啊 或者CEO的部分 那当一个管理者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我们看到这边列的 要分析的能力 要这个 人技 能够跟人互动的 跟人互动的能力 需要专业的能力 technical的skill communication的skill conceptual的一个skill 我们这边列了五个skill 还有人会去强调呢 时间管理的能力 因为这个 这个管理者的话呢 越高层的话呢 他日理万机 所以他的时间就更加的 更加的这个 不够用 所以他的时间管理 就更加的重要 事实上 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书的话呢 就强调时间管理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 去找这样的资料来参考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讲conceptual的一个skill呢 他基本上就是 观念抽象的这种 思考的一个能力 可以让你 对未来做判断 你可以去判断未来的一个趋势 其实未来是很抽象的 你说未来会怎么样子 你要去想象 你要去想象 那 因为你就是要领导 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这个未来的 这个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 你就要事先去 维划好 就像 在还没有 在今年六月 英国要公投 脱欧的这样子的一个 公投的这个事情 发生之前 大家就开始在做什么 开始做判断 英国会不会真的脱欧 那如果真的脱欧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 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那像现在的话 11月8号应该是 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大家就要开始思考 这个如果是 Donald Trump大选的话呢 那美国会怎么样子 全球会怎么样子 如果是希拉瑞当选的话呢 那到底会怎么样子 这是你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那你就要想 那他对我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是希拉瑞当选的话 美国经济会好还是会不好 那美国经济不好 对世界的其他经济的影响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以贸易为主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我想 最重要的 美国是我们的贸易伙伴 所以美国的那个部分的话 对我们的出口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当然 大家最近都在谈的 菲律宾的话呢 跑去中国大陆 是不是 本来他不是去告中国大陆 就叫他要去仲裁那个什么岛 结果没想到呢 仲裁出来的结果 太平岛不能叫太平岛 要叫太平礁 对不对 但是菲律宾呢 既然跑去跟大陆 跑去大陆 这个跟他说 我们要弃美庆忠了 甚至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话呢 都开始在反美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这样子 对我们台湾呢 那到底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觉得菲律宾那种 对跟我们差很远的小国家 那好像对他不屑一顾 可是如果站在这个 如果你把地图拿出来看的话呢 美国的这个在太平洋的防线上面的话 是因为他是把 他把菲律宾从以前就是他的殖民地 然后他现在一直有这个军事 注点在那个地方 所以菲律宾的话呢 如果把美国的这些驻军的话 通通把他赶出去的话呢 那这个他的太平洋的防线 就是防堵中国大陆的那条防线的话呢 他就要退缩到台湾的这个地方来 那如果台湾也不理 如果我们也不想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呢 那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不是就会打起来 那我们站在这两个地方 打架的那个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很危险 那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我们要赶快宣布说我们是什么 独立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什么 不介入战争的第三国还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些讲来对同学来讲可能都 刚才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可是对一个企业主的话呢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了 他就要去思考 任何一件小事情的话呢 你都不能够去忽略 像发生一个地震那又怎样 其实这个可能刚刚我们都讲太远了 我们刚才讲昨天这两天限电 还没限电 可是这个我们的张景深政务委员 他不是讲我们的那个什么 电的那个被载容量已经下降到 快要到限电的那个程度了 好 到底有没有 这个跟大家就比较切身吧 如果真的限电的话呢 我们现在不能吹冷气 我们现在大概就 萤幕也看不到了 灯也不亮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通通到外面去上课吗 如果真的有一天 如果真的在未来的下个礼拜 如果我们真的限电 那我们如何因应呢 你不想我还是得想一想 是不是 那请大家带着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同军课吗 以前我们同军课有个小板凳 就可以拿到户外去 在那个操场上坐着这样上课 如果不得不的话 那也只好请大家这样子来做 我们就在外面那个 坐着那样上课 所以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我们大概都不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是管理者 可是当你是一个管理者的话呢 这些小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你要有什么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 conceptual的一个skill 任何一个小事情呢 你都能够去判断说 他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大 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大 接下来是分析的一个能力 所以conceptual的一个概念 它是有点很 就是你有点还蛮会想象的 你的联想力 你的这个想象力的话呢 相对是很丰富的 不见得 不见得你都是想好想坏的 那都不重要 而是你经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去想象 这是第一种能力 你第二个能力的话呢 真的就是要分析了 真的要分析 那分析这个能力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教你 我们学统计啊 我们学经济啊 我们学计量 这个某一种程度上呢 就是在教你分析的一个能力 你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趴了一堆资料给你 那你怎么知道 从什么地方看 所以统计学不是告诉你 第一件最简单的工作 一堆资料 问卷栏的时候你做什么事 先做整理嘛 怎么整理 是不是先把最大数最小数 然后呢 你可以用图形 然后你可以用分组 然后去做这个 用这个table的话呢 把它呈现出来 或者你可以用经验图 你可以用什么图把它画出来 你至少知道最大值最小值 它的中间数 它的这个分散程度 你至少先看这一个 好 所以这就是你分析的一个能力 那或者你讲到回归的时候 你不是可以告诉你 这两个变数之间 它们是正向关系 它们是反向关系 是不是 你就可以去做 你就可以去做预测 这是分析的能力 再来呢 再来是interpersonal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比较强调的是 你如何去建立你的这个 我们讲的所谓人脉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跟其他人 你可不可以 因为透过我认识谁 然后就可以一直把这个关系 签出来 我们常常讲说 有关系就没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清理法清 还是摆在最前面 那我们常常讲 见面三分请 很多时候你打个电话呢 这个觉得这个诚意不太高 你亲自去拜访 亲自去这个请义一下的话呢 那你得到的回馈是相对高的 好 那问题是人家会不会要不要见你 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家愿意让你到我的办公室 到我的家里来呢 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商业界里面 越高层我们常常讲 为什么他都需要去应酬 还要这个一团两团的 很多摊的这样子一直续下去 为什么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一个部分 当然人际关系不见得要用这样子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立 可是这是你很重要的 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所以你明年这个时候 你要写推荐信 你要推增 你要写推荐信 你要找谁帮你写 没有认识几个老师 就去找系主任对不对 然后系主任说 你看我有 今天有十几二十个学生要我写了 那系主任 这个亲书远近的关系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我记得 吴主任的话呢 吴主任他就讲过 听他讲的 他就说 除了我的指导学生 除了我的助理之外 我不帮其他人写 当然他现在当系主任了 他可能就不能够是这样子讲 因为都是他的学生嘛 那很多老师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 一大堆学生都来找我写 那你们都申请同样的系 都申请同样的所 那我写的 我都是写同样的内容的话呢 到底我推荐的是谁 所以老师一定是会筛选的 老师一定会筛选 所以你要请哪个老师帮你写 老师当然还是看关系 是不是 老师当然还是看关系啊 所以如果你们都不会跟 平常就不太认识几个老师的话 老师也不太认识你 那他怎么帮你写 就是人际关系的培养 所以你觉得这个好像好势力哦 这不是好势力 你要想老师面对的学生这么多 他不见得记得每一个学生 然后你突然的跑来跟他讲说 老师你帮我写推荐信 我不知道你 我不认识你 我没有办法写出你的优点出来的话 那我给你的推荐信 我没有讲你的优点 这个推荐信就是什么 没有讲不出优点来 那就是你全部是缺点嘛 对不对 所以能够讲到你一两个优点的话 老师对你要有相当程度的一个熟悉 他才能够讲你的优点 所以人际关系在学校里面 当然也很重要啊 不是吗 好所以系上的老师都不太熟 那你不推荐系上的这个研究所没关系啊 你说我要去推荐国企啊 那国企的老师要不要去修个一两堂课 那国企的老师也认识你 至少去请国企的老师帮你写个推荐信 口试的时候国企系的老师也知道 那个学生曾经修过我的课 确实很认真 确实很不错 这还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人际关系的部分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讲有关系就没关系 这句话好像讲得很轻率 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边拿出来讲 你还是很多时候 你就是要银行去借钱的时候 你也要去跟银行的经理拜托一下 你还是要建立这样的人际关系 在所谓专业能力的话呢 他比较倾向的 就是在继承的这个继承管理者的话 因为他面对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要减少瑕疵品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对继承管理者来讲 他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 他才能够知道说 那我们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上面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是专业能力的一个部分 专业能力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农进系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那不是农进系的同学了 那你也想一想 你这四年大学年下 你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今天你要去就业的时候 今天你要人家来聘你到我的公司里面 当然他第一个 你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对你专业能力是什么 以前就有一个同学 各位的学姐 他就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 他说老师我觉得农进系 没什么专业能力 说的好像也是真的 对不对 因为请你去养猪你也不会养 请你去种田你也不会种田 叫你去做品种改良你也不会 是不是 那你到底会什么 假设你现在在面试的话 然后这个企业主问你 这个叉叉同学 你台大农进系毕业 台大好学校 农进系到底在学什么 你有什么专业能力 你还是要讲一下 对不对 你总不能在那边就嫩下来了 就停下来 这个面试当然就不及格了 你总还是要 好歹要应付一下 那你要讲什么呢 你会什么 你要讲我会管理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我有上过管理学啊 我有上过统计啊 我有上过会计啊 然后我也上过金融啊 这不就是你的专业吗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讲 我语文能力很强啊 我多一考900多分 990分是吧 是不是 然后我还会第二 我还会西班牙文 我还会德文啊 我会这些啊 这不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吗 那当然你如果说 你要去应征那个养猪场 你当然要讲说 有啊 我曾经实习过 我曾经到猪场实习过 我还可以帮小猪接生 我不要讲这个太夸张了 我还知道小猪怎么出生 至少要这样子讲嘛 所以你要先想 这是一个人家一定会问你的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专业能力 你到底有没有 其实你很虚虚的不敢讲说我有 但是在面试的那一刻呢 你还是得讲啊 那你想一想你到底有没有呢 你当然有啊 不然你这四年不是白过了吗 对不对 你这四年不就白过了 所以你还是有 你只是把你上课学的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 用你的方式去把它讲出来 因为在实际工作的时候 你说我的会计 我的统计用不上吗 用得上啊 怎么会用不上呢 那我的管理学用不上吗 有啊 我可以告诉你 公司你这个什么 计划这个目标写得不太对啊 因为你没有smart啊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这样讲啊 好 最后一个能力呢 叫沟通能力 叫沟通能力 好 那当然它表 它也就是说 你的文字表达 跟你口语表达的能力 好 那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 我说我做海满公威 绝对不要用这个当推辞 好 绝对不要用这个当推辞 你在怎么海满公威 你总是还有你要表达的时候 好 你总还是要你需要用 你需要讲话的时候 所以虽然我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还是要去学 很精准的表达 我讲很精准是 你讲的话是人家听得懂的 你讲人家听得懂的话 最好的例子就是 为什么柯P跟他的这个 柯市长跟他下面的很多的这个 他的下面的这些局长啊 或者这些主管 他都处得不是很好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带不下去了我要走 可是人家有些人还是留下来啊 所以这是谁的问题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帮他算 又走了几个人对不对 好我们好幸灾乐祸 他觉得说这是你的管理有问题 可是你要想一想 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走光啊 还是有人留下来啊 那为什么有人留下来 而你留不下来你要走 是什么问题 这可能就是你的沟通问题啊 这可能是你的沟通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说柯市长他每一次 他跟你讲话他只给你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你就要讲到重点 那你如何讲重点 你如何在一开始 你就把重点讲出来 因为他或许他只要答案 是不是对不对 合不合法 他只要这个答案 然后你的解释必须摆在后面 可是你每一次都讲什么 我前面解释了一大堆 前面解释一大堆 可是因为你讲的他是医生 那你是法律 你是这个工程 你是勤哈的这些背景 你都讲你很专业的术语 我怎么听得懂 可是我只要什么 你只要告诉我 我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会赔多少钱 我会赚多少钱 对市民好还是不好 不就这样子就好了吗 那你其他那些解释呢 你可以用我听得懂的话来解释吗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沟通能力 所以你不是要用 你不是说我好懂 我就讲讲讲讲讲了一大堆 可是讲了半天呢 重点还没有讲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部分 好 这五种能力 我们基本上呢 会跟着你的位阶不一样 刚刚还记得 我们有最高层的管理者 中阶的管理者 还有这个所谓的 最基层的一个管理者 这五种能力 基本上你当然通通要有 可是他的权重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最高阶人 你觉得哪一种能力他最需要 最高阶的人 站在那个最山顶上那个人 他最需要什么能力 他当然需要这种 抽象思考的一个能力 他的分析能力也相对要很重要 他需不需要沟通能力 当然他也要啊 他人际关系呢 他也很重要 可是你说最下层的人呢 最基层不要这样讲 最基层的管理人呢 他对他不太需要去看什么 看未来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 因为他不是站在那个山边上 他是站在那个山脚下 所以他需要的是专业能力 他对基本的 我们产品生产 我们提供的服务的 这些相关很基本的观念 他需要有的 他需不需要沟通能力 他当然也需要啊 因为他还要跟他的这个 下面的这些 这些导工的话呢 来做解释 那可是相对来讲呢 抽象观念对他来讲 就不是那么重要 OK 所以这边这两个问题 做不同阶层的管理者 他需要的能力 基本上 其实五种能力 你都需要的 但是呢 他的权重是不一样 越高层的人 他越需要的是什么 这种抽象思考的能力 越基层的人 他越偏重 越基层管理 他需要的是这种 专业的一个能力 那最辛苦的是什么 中阶的那个管理人 他这五种能力 大概他要很平均的 他统统都要持有 他统统都要持有 那 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 我们说少年得志 大不幸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讲英雄出少年 有时候我们又讲说 这个少年得志大不幸 年纪轻轻的呢 你就已经占下 很好的一个位置 我们觉得这样 还真不是很好 当然你会觉得讲这个话的人 一定是以老卖老 可是你想一想 当你进到职场里面去 你最多你大概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 你大概是从基层开始做起 对不对 你从基层慢慢地磨练到中阶 然后最后到高层 除非说你爸爸是特殊人 所以你一进去的话就在高阶 就在中阶这样子做起 不然的话呢 一般人大概都是从基层做起 所以从基层做起 人家记得 基层最需要的是你的专业能力 好可是这是我们刚从学校毕业 我们最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当然可以应付得非常好 当我在提升之后呢 我到了中阶 中阶的时候 其他包括抽象分析 这些能力也通通都要有 但是他不见得要那么的熟练 可是你开始有机会来磨练你这些能力 然后当你中阶上去之后 你就到高阶 这时候专业的这个能力 你可能已经有点忘记了 对不对 因为已经年代久远 你大概已经忘记了 你已经忘记化学是什么写了 忘记了这个牛顿的第三运动 这些是什么了 这是专业能力已经忘记了 可是你已经磨练出来是 你的抽象思考的能力 你已经越来越纯熟了 所以你当到高阶的时候 是不是正好是 你的能力充分化挥的一个时候 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的话 当然你到那个位置上 你正好是把你说的能力 化挥到最极致的时候 所以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很基础的一个训练 我们说你的马步是蹲得非常稳的 所以你的功力呢 当然就是非常的 你已经练得非常纯熟 所以人家推你呢 当然是推不到 可是你连马步都站不稳 你就要去做那种很抽象的 这样思考的一个工作呢 你当然是做不来的 所以也是告诉同学 这样子的一个 一步一步的一个历练的话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训练 你也不要想说 我要一下子 我三年我就要升什么位置 再三年我就要到什么位置去 不用这样的思考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给你的挑战 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这个可以去 学习的这个机会的话呢 你都能够掌握 因为很多的能力 是靠这种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 你说我们学校哪一个课在教你这个 哪一个课教你人际关系 哪一个课教你沟通能力 没有吧 有啦 我们小学教你写作文有没有 可是老师都出一个题目 有没有告诉你作文怎么写 你说告诉你起承转核对不对 好 要先破题 然后最后要怎么修认 有没有告诉你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写 文化应该怎么使用 如何去造句 有吗 大概我们不太是这样子教的 可是真的在国外的话呢 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写作课 真的告诉你说 你这个技术性的paper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写 是有这样的一个 那包括口语训练的话呢 它也可以是专门的一个课程来训练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训练 所以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上课说让你上台来报告有没有 就在同学写报告 文字表达能力的训练 让你上台报告 口语表达的训练 只是说给你机会 但是你有没有真的从中间学到经验 如果你很用心的去看同学写的内容 你很用心的去体会同学为什么 他讲得那么精彩 当然你就学习到了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子 好 那抽象的呢 抽象思考的训练呢 我们大概比较小吧 你小时候 小时候你要问问题的老师 你要问问题的老师 大家就不让你问了 所以你就不敢再问问题 所以你的想象力从事就被磨灭了 是这样子吧 你都会这样说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 不要忘记了 这五个能力其实都需要的 其实还要再加一个能力 时间管理的能力 好吗 那这五个能力的话呢 应该说你即使不是在一个管理 你不是当一个管理者 这五种能力 每一个应该都要具备吧 人际沟通的能力 人际关系的能力 口语表达的能力 这不是很基本吗 图有你这个很好的想象力跟创意 可是你没办法把它用文字表现出来 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话呢 一样没有人可以去认可你的创意 大家知道今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是一个Bob Dylan 他是一个创作的一个歌手嘛 对不对 大家有人就批评 超乎我们的想象 原来写歌的唱歌的也可以得文学奖 那那些文学作家 那些 那个不是差很多吗 可是你有没有去了解 为什么他会得奖 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表示说我们对文学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他已经不在于 局限在我们所想象的 要是写一本书 因为现在很多书 其实是网路上面 网路上面流传的 所以包括 是不是已经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歌词 像一个诗歌 一个诗这样子 一个网路上面的一个短片 甚至将来会不会就是 一个在网路上经常写的 写网路文章的这样的人 他都有可能会得到文学奖呢 因为其实他的影响力可能是更大的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他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你的文字表达的一个能力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的 商业上的这个领导人 跟这个政治上的领导人 或者是在社会群体里面的这个 Leader的话 Leadership会不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应该讲 我们刚刚讲到五种能力的话呢 这五种能力只适用在商业环境里面 还是不管你是在政治圈里面 不管你是在这种社会团体运动里面 在社会公民团体运动里面 你都一样适用 或者是在所有的部分都适用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希拉蕊跟这个川普的一个辩论 应该现在正在辩论吧 第三场 前两场你有看过吗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如果你看过的话 你说的是谁 两个人都这样是吗 没有聚焦在回答问题 是不是 你这样觉得 我想至少在第一场的时候 希拉蕊还是非常的 针对问题在回答 那川普的话呢 你就觉得他这旁边 就一直在那边插话这样子 他就完全没有那个政治家的一个气度出来 就是他对问题的一个思考 他完全没有掌握 那大家批评第二场的话 说他们比较多是在互相攻击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是第三场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想 那在当时你至少看到 希拉蕊她是如何镇定 她如何非常口齿清新的在表达 如果你有特别注意的话 我想对我们商业界来讲的话呢 我们都会讲这个presentation做最好的 大概就是这个贾伯斯 苹果的这个 Steve Jobs 他每一次在新品上市的时候 他的presentation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那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那政治家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他确实在他的表达方式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像贾伯斯他在present的时候 他会加上一些道具出来 比如说他当他把这个iPhone 从他的口袋掏出来的那一刹那 大家就对这个产品呢 真的是那个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真的是这个为之惊艳 可是你不可能说这个希拉蕊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签了一张几百万的这个支票给大家所谓的老百姓吧 他就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他要讲的观念的话呢 把他陈述得非常清楚 我想他因为他是律师的一个背景 他之前也当过议员 所以这个州里面的议员 所以他在这个所有要论述的部分 他就是非常的熟悉 那确实应该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确实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想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对一个manager 或者是一个在政治上面的所谓的一个leader的话呢 他整个整体上的表现 我们对他期待他所应该有的这个技能的话呢 应该都还是基本是一样的 只是你的呈现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看到领导leadership 我们把它换做领导力 那我们说leader是领导人 leadership的话呢是领导的能力 就是领导呢是影响旁人达到目标嘛 所以leadership的话呢 就是影响旁人达到目标的能力 这叫影响力 好所以一个管理人就是一个领导人吗 一个管理人就是领导人吗 管理者就是领导人吗 理论上是的 因为他不是要做到leader吗 他要去要leading吗 他要组织他要这个有leading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吗 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领导人 因为他要影响旁人去达到这个目的 只是说我们说有些领导人他是什么 天生的他是gift的他是born的他一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魅力 他有具备这样的一个魅力 可是管理人呢我刚刚讲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工作上面 因为你工作表现你就一直不断的不断的这样子被训练培养出来 所以你的领导能力呢其实是可以训练慢慢培养出来的 那可是不要忘记了你当一个管理者你一样要具备领导的能力 你一样具备领导的能力 所以你不要想说领导人只有在什么时候才叫领导人 在政治的议题里面他才叫领导人 在社会议题里面他才叫领导人不见得 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那领导的这个类型有什么有几种 课本讲的有这种独裁式的 那这种独裁式的一个领导风格就是他完全是工作导向 他就是你就是把我工作做好我就不管你 不管你的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或者我的这个追随者 我都不去考虑这一些不考虑他们的人的一个因素 你就是把工作做好不管怎么样 好我只看工作那另外一种所谓参与型的 参与型的话有一种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细分三种 第一个叫顾问型 所以他会把大家都找人让大家来大家来表示意见 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不是有很多规划的这个方案吗 好那大家就来讨论讨论 可是最后呢这个决定呢就是由他自己来下决定 这是顾问型的一个领导人 他会表现出来呢就是让大家 好大家来参与来讨论他就像古时候的皇帝有没有 不是都他议论朝政吗 好正反方的意见都听完最后呢 还是政呢自己来下决定的 好那共识的领导型的话呢 他就不会像是个罗马帝国的那种 好早期的罗马帝国 他们一样不是大家都坐在一起吗 好那也是在大家议论纷纷的 然后最后呢会不会用共识的一个方式 好用共识的方式来达成这个达成决议 好我们大家还比较尊重多数人 好那民族式的这个领导方式的话呢 好他就会比较的是让这个 让大家都参与 然后甚至就是会尊重是什么 刚刚前面是共识那在民族这地方呢 我们会比较就是我们尊重多数人的一个决议 好这是民族式的一个领导方式 好第三种课本介绍的 好创业型的这个 因为我们很强调的是创业嘛 好在我们企业管理里面 很强调的是这一个 好所以这种领导人的话呢 他自己本身他的 他对他的追随者 好他对他追随者的影响 最主要就是带领这些追随者 一起来创业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达到组织的一个目的的话 那组织可能都已经成立了 所以那个目标可能只是阶段性的 目标的一个设计 那创业型的话呢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从无到有 那所以他更需要的是什么 非常有人格魅力的 非常我们叫charisma的 这样子的一个 好有个人魅力的 这样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式 好所以他可能提出一些特殊的口号 他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让这些追随者的话呢 就觉得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 我们愿意跟他一起来进行这样子 好这是所谓的创业型的领导人 就他必须是非常具有人格 他自己就本身是非常有特质的这样子 所以可以带领他追随者 大家一起去打拼一起去创业 课本里面介绍的是这个 Tesla的那个创办人 大家知道吧 Tesla的那个创办人 好大概我们再讲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因为他其实创了很多东西 之前的他 实义课本有讲他 他就是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可能开始在写这些软体 写这软体的话呢 他就卖给这个 卖给其他公司把它并购了 然后他也参与 他做那个线上支付的 所以他就卖给后面卖给这个 PayPal 卖给这个公司这样子 然后他现在做Tesla之外 其实还一个SpaceX 就是说那个太空船的 要能够载人的这种太空船的 这样的 他也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其实相对 他是蛮年轻的 他还是蛮年轻的 但是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创意 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从零到五的这样的 从零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跟前面的 不管是独裁啊参与 他甚至都有这两种特质的一个融合 这是我们在领导的这个类型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呢 就是这个下一个主题的话 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决策 我们要讨论决策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做决策的话呢 包括我们在选 我们在最规划的时候 不是有几个方案出来吗 那这几个方案里面的话呢 到底应该选哪一个 这就是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其实Decision Making的话 Decision Making的话呢 它其实是在所有的功能里面 你大概都是要去 都有这样的一个 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要让你去做决定 要去做决策 所以他应该说 他只是一种方式 去做一个决定的 去做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 好 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想一想 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呢 是不是经常有一些事你想做 而且一定要做的 这就是很重要的事 好 但是一定要做 那他表示说他还是什么 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他的重要性 可能没有前面那一件那么重要 好 那第三种情形的话 就是我们用想做跟一定要做 想跟一定要做 来做 来划分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分出 这四种类型出来 好 那另外一种呢 你想做的呢 但是呢 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做 好 所以相对来讲 当然他的重要性 又更低了一点 好 还有一种事情呢 你不想做也不用做的 有吧 好 那我这边举例 好 想要做一定要做的是什么 有时效性的 好 这个事情他有时效性 所以你当然一定要做 他是突发性的 好 他是突发性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面对 好 或者是他是有迫害性的 他会造成你的损失的话 那当然你就一定要什么 你就要马上去做 好 你就要马上去做 好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但是必须做 做又不想做的像什么 规划你的未来 就像刚刚那个题目 对不对 其实你是不想做 但是呢 老师说要做 所以你就只好写 是不是 好 然后建立人脉呢 又 你就不太喜欢social 所以你大概也不太 也不是很想做 好 可是你一定要做 不是吗 没有这个人脉的话呢 就没有关系 好 刚刚我跟同学解释了 你要写推荐信 所以好歹去认识 几个老师吧 好 至少在这个课上 没事多问几个问题 让老师认识你 我记得 你有上课 你有问过问题 是吗 至少老师讲笑话的时候 要哈哈两声嘛 那我知道你还在听 或者政治有说这样子 你要去lobby的话呢 这个 你可能觉得这个 你其实真的不是很想做 可是你真的还是要做 你因为不去lobby的话呢 搞不好政策一下去的话呢 就影响到你的权益 所以这个 不是很想做呢 但是呢 就是一定要做 再来呢 社会企业责任 其实并没有要求你 一定要做什么 对 不见得你要去回馈 这个社会 这个群体 可是呢 你要是有做 是不是 表示你的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整个 给人家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 政府没有规定 你要做 但是 你做了 因为你出于你自己的企业良知 企业伦理的话呢 你就会想要做 最后一个我举的例子呢 办公室重新装修 现在不是很需要做 对不对 也不一定要做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常常在做什么事 如果我们把这些 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 都用这两个标准 把它分开出来 你每天有哪些事情 是不必做 也不用做的 然后你都在做 是不是 你这些事情 因为你每天最常做的 是做什么事 想要做 但不必做 对不对 你每天是不是 做了很多这种事 就只因为你想做 但是其实都不用做 好 那其实如果你在时间管理 下面来讲的话呢 你应该做什么事 你应该把你的时间 拿去做什么事 前面两个事嘛 对不对 必须做是很重要的 一个标准 什么事必须做 是不是 必须做 来上课是不是必须 来教师上课是不是必须 不是 当然是啊 你是学生 上课是你的义务 你不要把它当作你的权利 而且 如果学费是你付的话 或许你还可以选择 如果学费是你爸爸妈妈付的呢 对爸妈总得有交代吧 是不是 所以坐在这边打课税也好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筛选 那个听说有个叫好睡王是不是 他会去选什么地方是最好睡 我们桃园机场竟然名列第六名 在这个好睡王里面 我们被选的是第六好睡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台大 你至少来上课 然后也可以决定一下 台大最好睡的教室是哪一个教室 这也是功德一见嘛 好开玩笑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先把这个事情 把它分出来 那在这个企业 刚刚讲到 你对一个经理人来讲 你很重要的 你的时间有限 你应该处理什么事情 你的决策应该针对什么 想要做而且要做的事情 想要做 其实你不想做 但是还是要做的事情 你应该有这个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 先把这个优先次序把它定下来 好什么叫问题 我们常常讲Decision Making的话呢 就是你要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那什么样叫问题 你觉得什么叫问题 这些都叫问题 所以刚刚从前面来看的话 从前面这些来讲 只要它是很重要的事情 只要是很重要 只要很重要 它都是你的问题 都是要你解决的 好也就是说 有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一个突发性 突发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就该怎么办 你就是要去做解决 你就要去解决 就一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你要来上课的时候 这个捷运突然 突然这个停止了 突发性对不对 你想来上课也必须来上课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来上课 捷运突然停止了 那你怎么办 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 那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 爬也要爬着来 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考期中考 考期末考 好 爬也要爬来 是不是 所以你的解决方法就有了 是不是 我就赶快做什么 我就换公车 再不然的话 就要做计程车 赶快问同学 有没有人要来上课的 顺便占你一层 是不是 就有这些方法 或者赶快就回去找家里的人 是不是可以送你一下 是不是 然后再不然的话 赶快跑去警察局 对不对 好 赶快警察局 就送你到学校来 用他很帅的机车 送你过来 但是柯P说 现在不可以再做这个事了 好遗憾 做不到机车了 OK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你不要想 什么叫问题 问题不是说难题 只要它是一个 你必须面对的 那它就叫问题 只要你必须面对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就叫问题 好吗 所以顾客抱怨 当然是问题 当然它是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在那边讲 老师这样上课讲到 讲到半天我都不知道 这当然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问题 我要帮你处理 我要换一个方式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你的竞争对手 在你们家门外 我跟你叫嚣 跟你叫正呢 这是不是问题 很少人可以像这个刘邦一样 是不是 这个他爸爸被人家煮成的汤了 他都没关系 分我一杯喝 是不是 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当然是一个问题 现在已经跟你校正了 跟你挑眠来挑战的话 你还可以这样若无其事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自我提升的要求 你有没有一直不断地 不断地要自我要求说 你要不要人家来挑战你 你有没有告诉自己 我就是有一个目标 我爱子不断地进步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当你跟目标 你觉得是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跟目标产生落差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在做监控的时候 我做出来的结果 performance跟我的目标 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我们说这就是问题的存在 它只是一种类型而已 它只是一种类型而已 我们常用这样子来定义 这叫问题 可是这些是不是问题 只要是你必须面对的 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马上要面对的 要解决 那它都叫问题 它都叫问题 最后一个例子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 现在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投资性报估呢 就是稳赚不赔 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我可以把我的成本压到50%以下 成长速度比人家快一倍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套设备只要卖你100块 买还是不买 是不是 这时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或者有人告诉你 我现在有其中考的考题 只要100块 买还是不买 对不对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问题不见得都是不好的问题 问题也要什么 好的 也要好的问题 尤其是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怎么可能放弃呢 所以不要忘记了 问题是什么 你必须要面对的 你必须要面对的情况 那它就叫做问题 好不好 好 这边有几种类型 这边有几种类型 特别告诉你是什么 好的问题 有的问题是好问题 它是问题 但是对你来讲 它是会帮你加分的 这当然 这种机会当然要抓了 好 所以课本叫做这个决策管理 那有人把它跟这个什么 问题解决 解决问题的话呢 把它连接在一起 Problem Saving 那这是课本讲 我们大概做几个步骤 第一个你先identify 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问题 你要去处理 要去面对的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 或者就是我们讲 是机会 对不对 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怎么可以轻易地放弃呢 可不可以放弃 再来你就要把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方案 Alternative 你要把它想出来 然后再来你就要筛选 筛选之后就要执行 执行之后呢 一样又要什么 Evaluate Evaluate 确定你当时选的是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到现在 还是没有把问题解决呢 当然还是又要回来 再找新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的话 至少你要把这个经验写下来 对不对 好 你是要把这个经验记下来 然后告诉人家 以后不要再跟我犯同样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该怎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讲的说 所谓建立SOP就是这样 我们把过去的经验 把它累积下来 我们就知道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类似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这是最后一个部分 好 确认问题 有时候问题呢 它不是问题 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比如说 你的农产品被人家检验出来 农药残留 问题是什么 是农药残留呢 是农药残留本身是一个问题呢 还是它只是一个表象 你为什么会有农药残留 是你真的是用了农药残留过量 农药残留过量 是你真的去用了超量呢 还是因为是隔壁飘过来的 还是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它衍生着真正的问题是 你是怎么样子在生产的 所以它真正的问题是 你的生产方式到底对还是不对 你的生产方式到底对还是不对 这才是问题 这才是问题 所以不是说农药残留过量 这个是问题 这只是一个表征 就像我们讲 发烧是不是一个病 发烧不是病 发烧只是说 你身体某一些地方 它可能受到感染了 你身体受到感染 所以你身体的免疫机制 它已经发挥作用 所以它有这个发烧的征兆出现 那你要去找的是什么 你到底什么地方 身体什么地方出了病痛 你牙痛的时候呢 那也是一个表征而已 它是说你牙齿在痛 可是是不是真的那颗牙有问题 它也是一个象征 告诉你身体可能其他部分 因为有很多的疾病 事实上跟牙齿是会有相连接的 好 Node 7为什么爆炸 等一下 Node 7为什么爆炸 Node 7爆炸到底是一个问题吗 第一个反应我们都想那是电池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觉得是不是电池 后来它换了电池以后呢 还是一样继续爆 所以很显然不是电池的问题 那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没有找到关键了 所以有人讲说 是不是它主机板设计有问题 是不是它主机板设计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 它并没有确认它真正的一个问题所在 它只看到它爆了 就很直结晓 OK 好 爆就是电池的问题 请教老师说 就是在比如说你之前接触消息 你今天在问多久一点 有没有一些就是 经营官它倒很值得分享案 你是真的是表象跟实际的问题是不一样 但是却争承得很久 对不对 或者是说老师就是怎么样看待 在实案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不断地去对查 但是不断的还是问题很明显 那到底该怎么样用认决策的步骤 或是问题解决实际的应用到真实的状况 就是会对于医療症会更加的知道说 可以怎么样运用 所以不然的话就用太重要的应用 好 没有讲实案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当时曾经检查了这个有机米 有机米 那我们在有机的认定上面 有机糙米 我们在检验这个有机糙米的话 所谓有机的话 当然它是不可以用农药 那包括它的种子 包括它的水源 包括它的空气 它的土壤 它其实都不可以有污染的 这是在有机认证的这个验证时候 得到这个有机表彰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它必须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去抽查了 我们就去抽查市面上可以找到的这个 所以有机的一个糙米 就去做它的这个 做它农药残留的一个检验 那我们就检验出来 在这个花莲 有一个叫罗旺村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农会 它好像透过农会 把他们的这个 把他们的这个糙米卖出来 是透过农会 所以应该是 富里花莲的某一个农会 我现在不确确记住了 所以他们出来的那个产品 被我们验出来 他们有农药 而且是超标的 那个残留是超标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所以我把这个检验报告提出来了 那问题是谁 谁现在面对问题 是那个被我检验出来的那个农会 他们面对问题 对不对 OK好 那我检查出来的公开 我公开给大家知道说 这些都被我检验的 这些产品里面 就只有你们的 这个某一种农药 它的残留量是超标的 好 那问题是你 假设你是农会的话 这是你的问题 好 确认问题 你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来 请问校机会的是 你们抽查的是 什么时候的那一批名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抽查 对你们是怎么样检验的 好 然后你们检验到这个东西 那我就要回去看 你这一批货 是我什么时候出的 因为它是有阶段性的在出 是不是 你应该先问这样子一个事情 你应该先确认 好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买到这个名 然后你们有什么方法检验 那检验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你应该先很客气的 先来跟校机会请教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一般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 第一个马上就跳出来骂 校机会你的检验不高 你的检验方法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有跟我们请 你问过我们 你问过我们的话 其实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公布说 我们只是说我检验出 你有农药残留 我并没有说是哪一种农药 而且我没有说你的量是多少 我完全没有讲 我只是说这些我检验的结果 有几家事实上是不合标准的 但是你没有先来跟我校机会请教 你就马上出来炮轰校机会 说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拿出第二份资料出来 我告诉你我检验报告是 哪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而且你是哪一个 哪一种农药超标 而且你不只是有 你是超过标准 这时候你还要讲什么 OK 好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当你被讲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好就是你就是要去解决的一个情况 那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好表象是说你被检查 你的有机产品被检查到了 可是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农药 你到底有没有嘛是不是 好那其实我也很有把握它绝对有 好只要检查 只要检查因为我们的检查程序是非常的 非常的完整我也非常有把握它会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有机米的 生产的一个过程我刚刚讲我的土壤必须要检查过 我的水也必须是干净的 我的这个种子也必须是 所谓有机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但是很关键的是当你在包装的时候 当你到加工厂去包装的时候 你在生产的时候它不见得有分开 好就是有机米的话 它没有特别独立的仓库去分开它 所以它们可能是混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的地方 当然它生产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很常讲的隔壁的农药飘过来 这已经也是一个问题了 好这已经是隔壁会飘过来 但是他们说我们就是一个很封闭的 一个山谷里面 所以这种机会是不太大的 好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排除在外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 那第二个地方你会出现漏洞是在这个地方 你在储存的时候 你没有把它分开储存 第三个你会出问题的是 当你在做包装 你把你的稻骨拿去脱壳变成白米的时候 或变成超米的时候 那个管线你没有清空 你不是先把白米的这些都处理完 然后就把这个机器全部清完 或者你有单独的线 做超米有机超米是一个生产线 做其他的就是另外一个生产线 你没有你全部用一个生产线 你用一个全部的生产线 那你确定你要全部清干净之后 你再重新来过 好所以你自己回去检查一下 你说我真的可以做到有机的话 你在这后面这些程序上 你有沒有把握 你没有把握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要来争执 你就不要来争执 所以事后证明的是什么 事后我听到的 那一年的夏天 那个什么 那个虫子确实长得很多 它们有部分的农民 确实偷偷用了农药 第二个 它们在储存的时候 倉库储存里面的话呢 有时候因为混在一起 别的米有长虫 所以它们就喷一喷农药 就不小心喷了就喷到它们那边去 就飄过去了 第三个 确实就是那个管线没有分的那一个部分 好 所以这就是问题 这样有回答你的 有回答你的吗 所以我们通常面对问题 面对你要因应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绝对是什么 不是我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你们消计会的错 都是你们乱检验 好 那如果你要谈额外的这个 你要谈额外的这个食安的一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 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里面 在整个生产过程里面 农户只管这一块 它管生产这一块 后面到加工厂这一块呢 它会变成是 它可能就会变成是 在这个食药署去规范的一个部分 或者因为我们是分割得非常清楚 农产品是农文会管 只要它变成食品的话呢 它就变成食药署管 那工厂这一块到底应该谁管呢 就好像谁都不想管 谁都不去管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地 怎么样严格的一个法规的话呢 事实上都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这个漏洞 让这个业者的话呢 让他们能够去钻营 所以如果你要我告诉你 怎么样才叫做是安全呢 即使你自己种都不见得是安全 我昨天看到这个谭敦慈 在叫大家洗菜 他电视上呢 他拿了一个小黄瓜 拿一个刷子沾着盐在那边刷 他说要用盐 加点盐的话呢 可以把农药去除掉 还要用刷子刷 因为他说 蜘蛙可能爬过去 蜘蛙可能爬过去 蜘蛙可能带过去的滋液里面 可能带了广东铸血腺虫 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 把它刷干净 我不太知道 我的姿势对还是不对 我知道 蜘蛙有广东铸血腺虫 但是它是存在 它的头部的底面 所以它爬过去的滋液里面 是不是会有 我不确知 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 我常常听到的另外一个资讯是 用盐去洗这个蔬菜的时候 它可能其实更会造成 那个蝦酸盐的一个存在 所以有些看到的资讯 它是说不要用盐来洗 所以这到底哪一个资讯是对的 这哪一个资讯到底是对的 我就不确知了 所以谭敦慈 她是林良杰的太太 但是我不知道她的专业 到底够不够 所以怎么样子 我一直跟同学讲的 这些标章 其实也都不见得是 非常的有效 重要的是 如果你可以认识 认识那个农夫的话 你可以认识生产者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生产者 是有互动的话 你知道你的东西的来源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东西 真的是谁生产的话 那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的这个标章的话 它还是经过了一个过程 如果你在知道这个标章 它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的话 它只是由其他人 帮你来确认这个产品 可是所有的这个抽烟的过程 都是抽样 它其实都是抽样 所以还是会发生呢 我们发生出现到说 你吃的东西 其实它可能是不是很安全的 所以对农产品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大概都是这样建议大家 最好的是 你就是知道的是什么 生产者是谁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溯源 但是做不到不是吗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讲出来的那些 所谓容许量呢 都是把所有 把你的身高体重 把你的年纪 什么都算进去了 把你所有吃的素 都算进去之后 所以你每天吃这么多 你要吃这么多 才会有害 你不要天天吃也没关系 你不要一次吃那么多 也没关系 所以你不用害怕 也不要那么紧张 好吧 最重要的 你还是多吃一些天然的商品 不要吃太多的加工品 那才是最大的危险 好吧 讲回来 确认问题 确认真正的问题 不是被这个表象所蒙蔽 要找到你真正的一个病症 找到真正的一个原因 然后你要弄出几个方案出来 然后从方案里面去选择可行的方案 好 这边有一个是选择方案的要求 你要先把标准定出来 你要先把标准定出来 就是我等一下要选方案的时候 我要选 我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都共识 還是我追求成本最低 還是我要什么 效益最高 大家把共识都定出来 先定出来之后 我们才去选方案 还记得 我们在讲假设减定的时候 我们不是会先做一个什么 第一项 第一项错误的几率吗 我们会先定α等于5% 发生第一型错误的几率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检定 检定出来的结果的话 如果这个第一型错误的几率 超过5%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拒绝这个假设 我们就不会拒绝 是不是 所以 如果假设检定 是先设第一型错误的几率的话 你就不能够再回去修改 你的第一型错误 记得吗 这是统计上面的一个 这个 这个道德伦理 你不可能说我 阿华设完之后 我后面看一看 我就把这个阿华改成10 没有办法通过 我就把它改成10 不能够这样子 你是5就5 所以我们后来才提出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去算什么 去算P-Value 这个你没办法改的 所以大家就看P-Value P-Value大小 那我们来决定 是不是要拒绝这个虚无假设 所以这边道理是一样的 一开始我们决定说 等一下选方案 我们要用什么标准选 根据那个标准 最后选出来了 大家就没话讲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大家最后选出来的方案 都是在妥协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标准 所以没有那个标准的话 没有先把游戏规则讲在前面 所以最后选出来了 大家就不太满意 好 就推翻了 然后我们又再重新再做一次 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什么 选方案的标准 这个游戏规则 先把它讲好之后 我们再来再做选择 选好之后呢 就选好了 你就不要再去改它了 好 你下次改在什么时候 你在评估的时候 你评估的时候 你发现说 原来那个方案 那个方案 这时候也不要互相怪来怪去 对不对 都是你啦 都是怎样怎样是不是 方案行不通 没有解决问题 赶快再回来 再把这个问题 再用新的方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要再花时间在那边浪费 在那边想说 互相指责 那是不必要的 好 所以 先把方案的这个标准 要选的标准 先把它定出来 选出来之后就去做 做不行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 再重新走一次 再重新走一次 可以的话呢 可以的话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对不对 你要把这些经验把它记录下来 你可以去 以后可以变成是这个 所谓的标准作业的一个流程 让大家知道 可以去遵循 可以去学习 好 后面我补充在这里 好的管理者呢 其实在问题发生以前 他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 你天天都是在处理问题的话呢 你就不叫好的管理者 所以为什么你要抽象的那个想法 抽象的想法 抽象的观念思考 它是在问题还没发生之前 你都已经预想到 可能会什么样子了 所以你的想象空间 天马行空 你已经把很多的可能都想好了 所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 那可是如果你总还是有 这个还是有遗漏的地方 那有遗漏的地方呢 那没关系啊 我还有一套很好的 我还有一套很好的这个 处理问题的一个过程 我还是可以来处理 好 那最重要的 好 我还是提醒大家 所有处理过的经验 你永远要记得 所以我们讲说 颜徽 孔子称赞他不饿过 所有的事情 他犯了一次之后 不会犯第二次 KP也很自豪地说 他也很好 对不对 台风天放半天假的这件事情 有记者就问他 他就说 我虽然会犯错 但是我很少犯第二次错 大家记住这句话 这很贴切的话 我们常常都不会记住 之前犯过的错呢 你后面还是继续再犯 所以要记得 过去的经验 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有些时候 你也不要自己去碰撞之后 跌跌撞撞之后 才把这个经验学到 所以我一直告诉同学 为什么你要去看班上的同学 人家不错的 或者在社团里面 或者在什么时候 你看到人家真的不错的 这个行为 不要带着那种酸葡萄的行为 他不过怎样就怎样 不是那样子而已 人家确实有不错的地方 你能够看到他不错的地方 你都可以学习到的话 你比他更厉害 好 品质管制的部分 好 刚刚不是讲了 前面这一页再看 问题发生之前 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再讲 在产品生产上 我们是很尊重品质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 所谓Return on Quality 在生产管理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这一块 这个品质 Motolola说 他的品质就是 找不出瑕疵 就叫他的品质 所以他不是说 我瑕疵率是多少多少 他是说 我的产品就是没有瑕疵 这才叫品质 所以刚刚不是告诉大家吗 自我要求 我就是要不断不断提升 所以过去 我们都是做完之后 才来看说 我如何降低这个瑕疵率 但是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这个概念的话 是我从一开始 我就是做最好 好 所以一开始 我还没做之前 我都已经知道说 什么地方会出问题 所以我都要把那些问题 把它避免掉 所以这叫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这才是回应到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 还没有发生问题之前 你其实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做好因应的一个准备 那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 当然顾客买意度 是最重要的 还有员工就是会参与在里面 还有就是 你跟城销供应商之间的一个关系 另外就是你对我自我 不断地要求的这样子 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 你的产品 你在整个公司管理的过程上 几乎你就是可以很放松吧 是不是 因为不会有问题啊 那如果你是 你的这个管理品质不好的话 你不是天天都在那边面对问题吗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你管理的品质非常好的话呢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思考的话 是不是你就没有问题 你就不需要天天去面对呢 这些不想面对但是必须面对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这是最后一个我们收敛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品质管理 你从一开始你就要去做处理 好看一下营运书怎么写 营运计划书 我们先谈营运计划书的用途跟它的目的 所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当然要在这个营运计划书里面把它呈现出来 后面我会讲期末报告 学习报告到底要做什么事 营运计划书的内容要包括你的企业目标 要经营团队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市场分析的一个部分 竞争力的分析 产品行销 财务规划 风险评估 好 这是计划书 Business Plan 它基本上呢就是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 你可以讲 这就是你的Business Story 你把你想要经营的这些想法 你把它记录下 用文字把它记录下 然后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 那它的目的有什么 对内 我们自己内部经营管理的一个蓝图 一个指标 对外呢你可以拿来 如果是新款公司的话呢 那我们去找这个创投公司 咱们讲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 Angel Investor的话呢 找他们来募资的时候 或中长期 你要再去融资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参考 所以它的内容 它的这些主要内容的排序方式 就会跟你要看的人不一样 那个重点就不太一样 好 譬如说 对要融资的时候 你要去借钱的话呢 它可能重要的是 要看你的财务的这个 看你的信用记录 看你的代表品 看你的常债能力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财务计划 财务的那个部分的话呢 把它凸显出来 可是如果创业的话呢 它可能在乎的是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business model 你赚钱的方法 所以它对你的产品 那个地方它就很在意 它甚至在意的 就是你的报酬率 还有你有沒有退场机制 我现在把钱投在你身上 那我报酬率大概是多少 还有呢 如果做不下去的话呢 我又没有可以把我的钱拿多少回来 好 这个是退场机制 可以 怎么样子 你会把你的公司做怎么样子 不光是 不光是说做不下去的时候 还有包括你做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你会不会再去往其他的方式去做调整 所以对不同的人 你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很喜欢这个One Piece 魯夫 因为 那个故事的前面一开始就讲 他说这个大家都要去增揚海洋世界的霸权 连这个年轻人的话呢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年轻人只有什么特长 就是他手臂可以伸很长 对不对 他有一个超残性的一个手臂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然后他带了一堆呢 对 他带了一个受伤的人是不是 好 就这样子的一群人 看起来蛮乌合之重的 可是我还是可以有理想 我还是可以有梦想 就回想上个礼拜讲的 不管你是谁 你绝对都是可以有梦想 好吧 往前进吧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计划书里面要回答什么 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谁来执行这个 谁来执行这个计划 这个市场到底规模有多大 竞争对手有多强 所以我的产品有多好 那我的成本效益有什么 这是做下去的话 带给我报酬率会多少 我需要多少资金 然后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这就是在你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书里面 你要去呈现给人家知道的 所以这个报告的话呢 当然也要有封面 这是一个完整的报告 这是一个完整的business plan 这也一样 以后你不管写任何的报告的话 你一定要有封面 你一定要有摘要 那对这个计划书来讲 你的计划书可能30页50页 你必须要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叫executive的summary 或者叫pitch 好 那我们学校之前有那个什么 种子 种子创意 还是什么那个计划 他就要你拿pitch出来而已 他只要你讲五分钟 他不会让你很多时间去讲 好 可是所有的东西 就要修炼到什么 executive summary里面去 好 那介绍你的团队啊 因应的 然后你的产品啊 行销啊 这个财务规划 好 风险评估 然后最后加一些附件 一些附入 证明你很强 好 那在cover的这个部分 不要忘记了 封面就是人家的第一个印象 如果你的这个 第一个印象都不是很好的话呢 还会想往下看吗 好 所以封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封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呢 你应该包括什么 你们是什么公司嘛 你的基本资料 你的视觉 视觉标示 联络的一个资讯 这个档案的日期 好 你今天说要跟我募资 然后你拿了一个 100年的计划 上面写的是民国100年 拿来给我看 我会看吗 今年都已经105年10月了 然后你拿一个100年10月的计划 出来给我看 那表示你都不长进是不是 5年前的计划还可以拿来用 那你这5年都在干什么 好 所以这个日期当然它是很新的 好 那档案的一个编号 档案编号就是 你可能会印了很多的档案出来 那你就要追踪 我1号档案给了谁 2号档案给了谁 所以我可以去看啊 我把这档案分出去之后 我当然还要追踪说 你到底有没有看对不对 还是他一拿 他已经丢在那个 那个垃圾桶里面了 好 所以有这个档案编号的话呢 你才能够去追踪 好 那这边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到底要跟谁联络 对我看你计划书看了以后 觉得很不错 那我跟谁联络 好 这个contact information 当然是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你的目录页 好 后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那个架构 那个架构是非常重要的 好 好 再来就是你的这个任何的文件 你任何的文件 一定要编页吗 你一定要编页吗 好 因为有时候我拿到这个报告 拿到你的这个计划书的时候 那我就要跟你讨论 我打电话跟你讨论 然后我要跟你讲什么 我问你第几页 第几页的什么什么地方 对不对 你没有页码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讲 好 所以你要把这个页码把它编好 你把这个页码把它编好 好 所以 第一个印象就非常重要 你这一些很基本的 我分到第一页 好 那个公司名称也没有 好 只写了一个营运计划书 就这样给我的话呢 你想我会觉得什么感觉 连装订都没有装订 是不是 好 连页码都没有 然后就拿来 那另外一家公司 不管内容好坏 至少它的封面 它装订得漂漂亮亮的 第一个印象分数 你大概就已经完全没有了 好 那这个摘要 我们刚刚讲 Executive的这个摘要的话呢 或者就叫Elevator Pitch 或者简称叫Pitch 它不要超过三页 为什么 我把所有内容摘要在三页 那我们就是 这个投资人都很忙 所以你可能就在这个楼梯口堵它 在堵到它的时候 然后你就在跟它一起进到电梯 然后就跟它讲 我有什么什么创业的计划 好 所以就这三页给它 好 所以我们把它叫Pitch 而且叫Elevator 因为我在电梯里面碰到它 就拿给它这样子 好 因为你要跟这些投资人 约时间是很难的 所以你能够在电梯堵到它的话 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你就必须在这三页里面 把很重要的东西给它 但是千万记得要留什么 电话号码 当它做到这个85楼的时候呢 它正好翻完 然后正好进办公室 然后马上叫秘书说 好 拨个电话给它吧 我要跟它谈一下 叫它过来 或怎么样子 100万美金就好了 OK 好 所以这叫Pitch 所以我们有些比赛的话呢 就是只有给你五分钟 讲那个Pitch 那你必须在这个计划书里面的话呢 Business Plan 里面要放什么 放你公司的愿景 Vision 那什么叫Vision 你这个组织 你这个企业 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定位 我希望我变成什么 五到十年之后变成什么 好 那你这个愿景可以写什么 愿景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很心而上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可以拿来 跟你的员工做什么 可以来博感情的 就刚刚我讲 争取员工的参与率的那个地方 就是拿来跟员工博感情的那个地方 或者我跟我的顾客 来博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用途 这就是Vision 所以你的Vision可以写的是 我就是要对全人类 对全社会 对全世界 我要站在那个高峰上面 或者我只要当 产业的第一名就好了 或者我要当世界的第一名 或者我就是告诉 我是争取我的员工认同 我们就是什么 台湾最好 我只要这样子 或者我就要让 博得顾客的一个满意 我就是最好的 我就是最重视消费者的一个企业 这就是我的愿景 所以你的愿景你可以 我这种层次上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自己去写 你可以去自己写 你就告诉人家 就是我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 我要做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在Vision之下 我们大概都会接着写上一个Mission 写上一个Mission statement 这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去讲 我要如何达到我的愿景 所以愿景是what 是why 是讲说我要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是什么 是做这样的一个撰写 那你的Mission呢 你就变成说how 我要如何达到 我要如何达到我的一个Vision 所以这一般来说的话 大概在Business Plan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就把这两个把它放进来 现在大概所有的公司 你去看它的网页 都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台大也有 我不知道改了没有 你也可以去批判它一下 因为我们每年讲每年都批判 今年就不讲了 然后再下来我们讲 谁知悉你的计划 对不对 谁知悉你的计划 所以你就要讲 我的公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 公司组织架构是什么 所以你那个计划 你那个计划执行人 那个重要性 他很抢眼 他很亮眼 但对这个计划书来讲 他就是非常的加分了 接下来我们就做这个什么 做产业的分析 做市场分析 刚刚讲有产业 在这个未来情势分析的话 我们会做这个 past的一个分析 然后对我们自己内部的话 我们就做swat 那什么叫优势 有利的现在跟内部的环境 有利的现在或内部环境 劣势呢 对你是不利的 或者这个现在或 不利的现在或内部的一个环境 机会是未来 讲未来 或是外部 好威胁的话呢 也是未来或者是外部 那 讲这个优劣势很重要的 当然你就要比较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想法来想 什么叫优势 我有的 我对手没有的就叫我的优势 什么叫劣势 我的对手有 我没有的就叫我的劣势 对不对 很简单的来讲 我有对方没有 当然就是优势 对方有我没有呢 那当然就是劣势 是不是 好所以当你在写优劣势的时候 很重要 你跟谁比较 你要有一个比较的对象嘛 你不可以说漫天这个 没有目标的 然后自己就在那边想 好我觉得我 我长得很高 那就是 这就是我的优势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有比较的项目 你要有比较的项目 比如说比产能 我的产能比对方多 比销售量 我的比销售点 我的销售点 都是在那个高级百货公司 它都是在路边摆摊 我比资源 比资产比人力 好我的资源比他多 因为我有一个 我跟这个原料供应商的话 我们有合约 他们有 比经验比知识 我有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很好的这个 研发的这个成果在这边 好所以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收集的顾客的资料 都比对方多 我的财务结构呢 我们自己有 自己有开银行 我们的研发能力呢 我们有跟什么学校合作 那我有得到什么样的认证 我有拿一些标章 这些都是什么 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来比 好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来比 好 所以 不是漫无目的的比较 你一定要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这些都是重点 可以比较的一个项目 好 好 那机会跟威胁呢 就是外部的 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就叫做外部的因素 所以刚刚内部的这些 都是跟你自己有相关的 都是跟你自己有相关的 好 产能 销售点 资源 研发能力 这些都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 所以它就是在威胁跟 都是在优势跟劣势里面 这些项目你有就叫优势 你没有就叫你的劣势 机会呢 是你不能够控制的 是你不能够控制的一个部分 这个竞争者的一个劣势 我应该把它删掉 因为这个地方会讲的不是很清楚 它比较对应的是这个 竞争者的恶意 比如说它就故意做 故意做什么 请销的动作 它故意用这个 价格占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外部 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 这也不是在比较 就是它策略上面的一个使用 好像这样子 这就是它的一个恶意 产业发展趋势 对 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产业已经到了一个高峰 产品生产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 好 这是大家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那它对你有利 它就是机会 它对你不利 那它就是一个威胁 生活形态的改变 科技的一个创新 比如说 我常举这个例子 我们都说我们老龄化 我们都说我们老龄化 少子化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外在环境的一个改变 老龄化跟少子化 这不是你公司内部可以控制的 那老龄化少子化 如果你是生产这个小孩子衣服的 对你来讲 这个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威胁还是机会 你做婴儿服装的 在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的过程 你到底是威胁还是机会 你可以当作威胁 你也可以当机会 因为这个小孩子呢 爸爸妈妈没有钱买衣服给那个小孩子 祖父祖母有钱买 所以它可以是你的机会 对不对 看你怎么写 所以左边右边 其实这个项目都是一样 但是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来思考 就看你自己如何来思考 所以有人在讲老龄化社会啊 那什么产业对老龄化有用呢 老人都不太想花钱 对不对 因为日本不是把利率降到最低吗 希望老人把钱领出来 从银行领出来 然后就去花钱 结果老人都不愿意花 继续买个保险箱 把它放在家里 不放银行 就放家里的保险箱 还是一样把它存起来 所以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老人花钱呢 就去买孙子 买衣服给孙子嘛 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吗 就听到有人讲 老人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对不对 人一定要去的那个地方 一定要必经的那个过程 所以你好好去推荐那个产品的话呢 会不会就创造你的商机呢 反正最后一笔钱嘛 怎么花 花的奢侈一点有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吧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提出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呢 对这个行业来讲 这不就是他的机会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生老病死 好 好 这是课本讲的 在SWAT的分析里面 你一定要记得 一定有什么 有项目的比较 他一定有项目的比较 你不要自己 不要自己在那边 好 顺手就写出来 写出一大堆出来 他一定要 你要自己先 在你们写这个 business plan的时候 你们自己 就要自己去 自己去互相的去讨论 这个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这不是我控制的 他就应该要放到 机会跟威胁里面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控制 他才可以放在这个 优劣势里面 好 那优劣势比较 你还是要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的去比较 再下来就谈你的产品 好 在谈产品的时候 我们也在行销里面 有所谓四个P 所以我们今天讲 第一个P就是你的产品的部分 好 产品在市场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它有 产品有它的生命周期 好 所以你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你是一个改良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市场 已经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去预估 你去预估你的产品 市场规模有多大 你希望的占有率有多少 所以刚刚不是在讲目标吗 定目标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你的什么 这个 你预估的市场占有率 预估的这个销售量 把它定出来 把这个目标定出来 好 再来是关于生产的部分 好 所以你就可以 有成本的一个估算 你就可以估我的 我的这个占有率是多少 那我的预估成本是多少 然后你就要把价格定出来 然后你要把你的通路 怎么销售 你的宣传 那在这边很重要的就是 顾客关系管理的一个部分 你怎么样跟你的顾客 来建立关系 这是行销策略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 这些 这些这个行销通路 你的定价 你的生产这些等等 就是要汇整到哪里来 汇整到你的行销规划 到你的财务规划 到你的财务规划里面来 所以我们学的 大一学的这个损益表 学的资产负债标 所以你要做什么 预估的项目 所以刚刚在生产成本 在销售量的地方 你自己都做了假设 你也做了定价的假设 你也定了自己的一个目标 所以就把那些数字 把那些生产成本 拿到这边来 去编你的预估损益表 去编你的预估损益表 然后就来估算呢 来算你的报酬率 算你整个计划的投资报酬率 这是我们财务规划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要来募资的话呢 那你就要写 你就要去写 我整个需要 我整个创造的这个 我需要投资的金额有多少 我现在自己有多少 其他的 我就准备要来募资 那我募资的话呢 那我的报酬率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去跟这个 这个天使投资人 我要去跟创造公司 来募资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资料给他们看 看他们愿意投资你多少钱 那这个地方就是搭配在这个 资金募集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风险评估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部分 就刚刚我们在讲 好的管理者是什么 还没发生问题之前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是吗 所以你都已经事先想好 所以当我在写这个计划书的时候 这个计划书是不是可行 会不会碰到风险 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性 对不对 就是不确定性嘛 那这个不确定性的话呢 我们讲有所谓的系统风险 或者市场风险 这大家都会面对的 这是大环境的问题 这没有办法去排挤掉的 这没有 我们就不去谈它 那你要谈的是什么 公司内部的风险 这里面有营运风险 我请了一个很棒的这个经理人来 这个经理人呢 做了三个月之后 他就不做了 理念不合他就走了 那我怎么办 我有没有一个备案 这个人不做下去的时候呢 我还有没有备案 这是我营运的风险 或者我的厂房会碰到地震的话 会碰到限电的话 这是我营运的风险 我有没有备案 我有没有备案 我财务上呢 我现在融资我借多少钱 我可能就没办法 继续借钱下去的话 那我可不可能 还有其他管道 能够借到钱 这是财务风险 信用风险呢 是我卖东西卖出去 我的货款都收不回来 这就是我的信用风险 就别人倒我的账 这是我的信用风险 那这个信用风险的话 我有什么办法规避吗 我有什么办法规避 所以你先把这些风险 你先把你的风险 自己先想好 我在经营的过程裡面 我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那面对这些情况 我有没有因应的措施 我已经都先想好了 那我当然就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计划书拿出来 当你在计划书去跟人家 谈的时候 哇你讲的天花乱坠 我的产品怎么好 成本怎么怎么样的便宜 我的通路怎么样 怎么样的好 可是人家一定 还有问题来问你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什么 这些问题就是 你必须在人家 跟你提问之前 你都已经先想好了 那它可能就是 你可能面对的风险 所以你自己先把你的风险 都先想清楚 有风险没有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因应风险的方法 你有没有因应风险的方法 对不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因应的这个措施 所以在这里 风险分析完了 不是分析完就好 重要的是要你讲得出来 我因应的措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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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一个完整 好 这是孙子兵法的这个 九辩片名的一句话 它告诉我们什么 智者之律必宅于利害 宅于利而物可信也 宅于害而患可解也 好 所以聪明的人呢 你在考虑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好处坏处都想到了 好处的话呢 你讲好处 你就可以说服人家 对不对 我这个报酬率有多高 我是怎么样的进行 这是好处 你可以去说服人家支持你 你想到缺点 想到风险 你已经想到的话呢 所以可能的这些 这些可能产生的问题 我已经想了什么 你想得到的我也都想到了 可是我有什么 我都有答案给你 我如何去解决 所以患可解也 所以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好 你应该说你先想害 再想利 是不是 没有哪一个计划一拿出去呢 哇 真的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你讲的这个计划这么好 你干嘛拿来跟我分享呢 你不自己做就好了吗 所以你一定有一些地方 你一定有一些地方 那甚至你来募款 你来跟我募款 那你就说 这个我资金不够啊 如果资金够的话 我当然自己做 所以我找你募款 我接下来我就会问你 你问了几个人 我如果是第十个 你问我的人的话 我就会问你前面几个人怎么讲 是不是 前面几个人都拒绝你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不是吗 好 所以你在跟前面九个人 在讲话的时候 那些人给你的问题 你也有没有去回答了 你也有没有去思考 帮他解决掉他们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一个计划书 你问了十个人 你还找不到 还找不到愿意 这个投资你的人的话呢 表示你的计划书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没有什么 第一个人问的问题 你没有 帮他回答到 是不是 所以你也累积了一大串的问题 那照下来的话 你当然是更不可能 不可能做好 OK 好 这下来是Appendex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放上这个 Key Manager的这个Resume 你这些工厂啊 这些生产的这些照片啊 或者有人帮你写推荐信啊 或者有这些生产合约啊 然后有媒体登载啊 媒体访问你这些照片 都可以放进来 来加强你的产品 加强你计划书的这个说服力 什么叫做好的营运计划书 简洁 完整 一致 我要强调一致 很多时候你们都会分开写 所以前面人写的 跟后面人是都不在一起的 那个假设跟那个预测的结果 就都不在一起 所以计划书 有一个人去统整 统整完之后 要有人一直不断的再去看 看他到底是不是有一致性 简洁我刚刚已经讲到 你好的文字表达 就是要很清楚的 至少你在摘要纳善业的话呢 让我已经 让人家已经看到 你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了 有吸引力 也要有吸引力 你真的呈现你的 产品的竞争优势 你呈现你投资的一个利基 然后呈现了 你有很好的经营能力 这就是这个 运营计划书 你要努力去呈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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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